第二场BP蓝色方三星红色方KT 三级选择了蓝色方 还要持续针对KT的一个 前冲击打法继续进行班人 班蛇女 那我估计第二手应该还是会给到锤石 锤石因为Core姐姐不玩 还是给邀机 就是前三 第一场班的前三个就是邀机 呃 加里奥加锤石嘛 但是他换了一下顺序 因为Core姐姐不玩锤石 Core姐姐就锤石 其实整个赛季用一场 就把锤拉搬了 对 那胖是不是要选飞机啊 但其实飞机的话要第三手呢 看一下这边的一个班人 是搬掉了锤石 KT的这一手的话 卡丽奈搬不搬 三星还是没有改变自己一个班人策略 那你这一手再不搬卡丽奈的话 感觉这一手放的话 可能有一个小炮可以去打 但是放卡丽奈 我感觉还是不是很好 无论怎么样 对面都有一个好一滴可以拿 小炮和卡丽奈看你放哪一个 或者你把这个就你搬一个其他两个都放出来 班扎克自己放卡丽奈拿小炮加拿小炮加酒桶 应该是这么想的 现在给三星卡丽奈自己用一个小炮加酒桶去进行交换 小炮哎还是要拿路 先拿路 反正现在现在也不急 你拿了AD我这边AD也不急 路也是要拿 防止你三星卡丽奈加路也是很强的双人路啊 先拿路会更稳一点 对 理解会不会拿卡丽奈 他之前也有用这个英雄来打酒桶什么 对 之前的 他上场的第一场是选了扎克 然后上场的后两场是选择了一个卡丽奈 大城市 在对阵Africa的时候 上把库瑞用的非常好的一个英雄算是胜利的功臣 这手可以选 选下来之后 前几手选出来跟上一把都是就是 就是一毛一样 双方都不服 对 再来一盘 但这一盘框中单没有一个新的拉凯去对抗炎雀 会不会去给他抢一手 果然 因为上一场其实 我觉得他们的一个阵容最佳中单是炎雀 但是被对方在四号位直接抢了 胖这会不会 忽然来一手卢仙什么之类的 他论可有用 虽然他比赛里面用的不是 但这一手肯定是锁AD的 这一手不锁AD的话 后续会被针对AD办 而且选择了在有小话的时候选择狭 搬人方面的话 我觉得机器人可以空掉吧 看一下这手怎么搬 肯定还是持续针对辅助 但是宝石 机器人是没有太多必要去搬的 我是觉得 还是要搬 还是要机器人 其实CoreTG机器人玩的一般啊 他们可能是觉得机器人是一个不稳定因素 因为这个英雄说实话 逆风的时候也可以创造奇迹的 像摸奖 对他可以抽奖 抽到你C位就真的就是中奖了 这里 我觉得 Chase可能要考虑一下啊 八条 在拿到了炎雀之后 要去搬掉胖将军在中路 对自己拥有一个比较不错的对线的英雄 我觉得下一手 假如你不搬卡萨丁的话 胖石有可能会用 卡萨丁打这个炎雀 也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搬牛头 那宝石和露露都还在 搬掉了 蓝 持续搬掉了smap的蓝薄 这种看下怎么选 果然 因为我前面 因为我自己看他rank在打 那这样选出这四个英雄 又是前期了 就把前期给你显脸上了 我就跟你刚前期啊 那上路再打个鱼 再见 打扰 不 上路选杰斯 就直接一套菜刀就刚到底 打野就直接扶腾回升了 风雨 把这样风雨选出来 让KT这个选择节奏难受 更难受了 更难受了 KT极有可能会像上把一样 前期如果说打不开很大的局面的话 被三星异性脱下来 但风雨这个英雄相较于露露 他对于自己的两个双前排的一个 加持能力是比较低的 因为他是没有像露露那样可以变大 以及就是给减速 对给减速 最后这一手 我觉得无论杰斯还是说是 像鳄鱼这样的英雄都给凯南 就进攻性还是进攻性属性 凯南 就打大虫子就是这种杰斯 凯南纳尔会比较舒服 可是最近上比赛的 我们我们可以想想昨天RNG打EDG的时候对 对上来他命选凯南 然后直接被对面小炮拒绝就推开了 而这把的话这个英雄就是风女对拒绝组合 其实入场的话是蛮难受的 但那一场 男的命是选择了用AP凯南这一场的话 看他选择用一个什么样凯南 我觉得大概率还是AD凯南好一点 最近AP凯南会很多 但是胜率是真的很低 凯南其实 就他无论ADAP胜率都很低 其实我觉得有可能是AP凯南 会有点像以前中路选一个AD 然后上单选个蓝博 然后补充AP伤害的 无论是AP还是AD的凯南 他都是非常擅长的 天雷天雷 好了那边阵容都已经选定下来了 KT这边依旧延续的是自己前期的一个节奏 选择了感觉比上把还要刚的一个前期阵容 如果他这把是AP凯南的话 他就连单带都放弃了 就直接是一个中前期打团 对 就是到了 其实到了就中后期 这是大后期 就没有一个比较好的翻盘点吧 其实 看一下队位情况 这一盘在扎克被搬掉的情况下 安掌门是选择了用猪妹 去对抗SKO的九统 其实我觉得这把KT选的不错 他们虽然打的前期 但他们选的更纯粹了一些 就仅仅是为了前期来打的 不像上一把 其实选下来的时候 并没有写到该有的作用 不过这一盘对方中路是选择了 选选到了盐去啊 就对方这一盘 其实在支援方面是不怕KT的 看一下 胖的这个路线 能不能打出飞盒那种效果 真的是把库长打出心魔的那种感觉 好 两边阵容都已经选定下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队位图的情况 马上带来的 KT和三星的第二场对决 让我们一起来拭目以待 好的 欢迎各位招唤师回来 您来收看的是阿灵 并且而CK 最后赛的比赛马上带来的是KT和三星的第二场对 哇 AP 凯南 再来说话 AP 凯南 因为就就这种中单选择杰斯卢西安 一般上单就要么他选AD凯南的话就纯猜到对了 但是 AP 凯南的这个风险是真的大 而且AP 凯南对于大虫子没有太大的压制性 我说实话 而且对方猪妹家大虫子有机会杀你的 净草从之后被 现在赶紧回家 回塔下回 回塔下回还有时间可以 就是不亏兵 哎 第一条龙的话是火龙啊 真正的加快了两边前期的节奏 其实这应该也是 哎 这边KT走过来要打断Smip回城 Smip回不去了 兄弟真的是要在塔下回比较好 对面肯定会来打断的 就或者你走到草里面回嘛 对吧 这波就回 后面那个草 这波就回不了 就回去了这样 真的要在塔下回 就正常的上单看到你这种血量 你肯定要回城的 嗯 你这个时候肯定要过来骚扰一下 这边胖选的直接上线就开始推 那可能Score在接下来会有一波也去入侵 这边眼我也是看到了KT这边的一个开野路线 风驴这边想去抢一抢吗 啊 蓄了一个Q 想去吹一波那是帮了一下 这能抢到就太玄学了 感觉 上次打完之后的话 KT应该是有练过很久的颜鹊打卢西安的 当然我我有查战绩 他那他之后有练过很多卢西安 但是卢西安的战绩其实一般般 就是他要先熟悉到就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吗 你要知道敌方的一个套路敌方的强势期你才好去战胜他 就像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以前不好打鳄鱼 但是后来我玩了些鳄鱼发现 这个英雄其实打完一套技能cd挺长的 就只要你把第一套躲 你要把第一套躲掉的话 后面其实是蛮好打的 就卡着技能空挡期 上路smip抢了一个二级 还是有一个小的鸭犬群 这边是应该是感觉像是smip卡了一下 那我们终于回到比赛当中 现在比赛进行了三分钟 啊哭了哭了哭了 爱得痛了 哎现在的话你看一下双方打野 鞍掌门这边是刷到了对方的一个下半区 哎下半区这边那么把他上去打 但是被入这儿的一个跳给躲开了 我们注意现在这个score的位置 他在上面刷完那个石头 人现在在反蹲后面那个 他想反对一下 但是这边眼我已经看到了鞍掌门的一个位置 那应该是要入侵一下对方的蓝buff野区 我就可以帮忙补下野 先打个河蟹吧 就河蟹给控制 中路来说的话压制性一般般 凤凰传奇组合 其实最开始是不好打女警和垂石那一套 但现在来看的话就他们是不太好打这种比较灵活的 无论上风女这种有盾的还是像是卡丽萨这种都不太好打 而且风女自身移速也很快 所以其实靠走位的话也可以躲这个落的一个W 上路这边的话冰线推进去 所以也没有什么想法 因为毕竟是个大虫子状态还不错 这个位置是开始打了一个占卜花朵 刚好照到中路草丛旁边 碰是把这个盐给排掉 回家之后的话 Score是选择出了一个打野刀和一个猎人药水 这个药水来说的话 现在打野也是慢慢出的多了一些 因为前期节奏比较平稳 很多时候都比较平稳 但劣势是在于之前的猎人药水 刚出来那个满满野怪刷新的比较多 现在是两分半一组 其实这个药水的作用就没我们想象征那么大 因为野怪刷的少 他只要杀一组野怪才能有一个层数 蓄一杯 对 上路带着一个萃卷 这种出法来说的话最开始是 Shy比较喜欢用 Shy和马润比较喜欢用 关键是凯南打大中子前期是没有压力的 这个东西出出来 能让自己更加的打出自己线下的GPU 特别按照我们就Score也是 我要上班去再刷嘛 就只要是猎妹不来的话 其实安心压大中子 他是偶出什么都打得过 这一波回家看一下 直接出了一个水晶鞋 想去抢一下小怪但是没有扫到 中路还是一直压着Corn的线 胖的一个卢西安的话做的还是蛮不错的 水晶鞋还是蛮聪明的 这个装备要提早出 这样性价比就越来越高 因为MB线的控制在包括中路框也是一个AT伤害 虽然这个的话的确是MATA的先手很难 先手到的 肌肉性太强了 反应手还要被打一条消耗 被风吹起来消耗 这个毛还是挂的蛮多的 这边MATA血线 我急表了 等一下怎么回事 完全没有想到对方的风女的一个应该是大路六 下路八只上一个毛 刚应该入了身上挂了五个毛 应该五六的毛 我的天哪 DAV是没有舍得给这个治疗 而且刚才MATA其实她自己也是在走位往前走 她自己没有很果断的往后撤 被拔了太多毛了 而且我在想 是不是最后Corn这些最后才把那个盾放上去 这个盾是可以加攻击力的 然后那一下爆出来了 就那一下爆出来的时候 这个AD加成里面是可以加上风女这个盾 但是好在的话是在于 这个医学是让风女拿到的 不幸中的万幸 不幸中的万幸了 但是其实也就是 有大招 大招顺枪洗礼 但是只扫到了两枪 Corn已经进攻之鸟 现在是直接放治疗的 上次没放治疗 直接头被打烂 安掌门在侧翼过来 要Q妈直接被一技能给躲了 但是后续闪现躲到这个沿途 帮忙推一波线 Score从侧面要绕过去 但是一面而来的是一个安掌门的猪妹 打是打不了的 耗一层血 打是打不了的 胖是没闪现没蓝 刚才这个医血确实是 意料之外的东西 不是我都懵了 怎么死了 他现在挂了很多毛 我确实知道 但是我没想到 爆的那一下就那么痛 风女不去 就香毒很快啊 对啊会很快 天哪 这个香毒出出来之后 其实双路也难受 就不论这个医血是给到谁 这绝对是 史迪今年最大的技能 他就杀了KT的下路 因为春地赛来说的话 大家都说哇 三星这个下路短板 被KT爆打 但是这次来说的话 他是正经了自己 嗯 他自己也是太大意了 对上一盘的话 也是没有给对方 来针对下路 有任何的一个机会 风女这个一进的盾 他是可以加攻击力的 所以假如他是在 最关键 对面找到了一波 打断胖的一个灰尘 他的最关键的一波 拔了很多毛 然后同时给了一个盾的情况下 再拔那一下 是很痛的 上去要打 逼掉路上闪现之后 反身 后续这边给点数要追 偷技能给上 后续路上这边 还是很凶的在挂毛 这边直接给上了一个治疗 反身挂了一个点燃之后 这边毛只能拔 哦 血腥还不错 这样的话 这波对凶反倒是把自己的治疗和点燃给骗了 凶了对面一个治疗和一个点燃 而且对方的互动和治疗都还在啊 他那是每两波都是KT的一个先手 反倒是把自己的双人路打亏了 其实这还是蛮亏的一件事情 疯女其实怕什么 她是怕对面两个人都有作战能力 就是多有伤害的情况下 在这种情况下来说的话 自己只有一个AD可以提供伤害 但这一把来说的话 就落胎是几乎不能提供什么伤害的 下路这边也是开始由于一波条要失误 这边已经陷入了一定劣势 你这么一说我想到索性要钢筋上之前 比赛我看到就火难的辅助 火难还蛮难受的 嗯对 很高 但由于是KT先选的组合嘛 先选的下组合 小路又对拼了身上洗礼扫一下 后面几发都没有达到 方式成功逃脱 现在框只要看到罗 一个罗先上来凶自己 他第一反应就不是怎么反打 也不是怎么放弃的 溜 就只有一个字溜 这边浩雪又是把DAV给打成了一个一般的血线 但是侧面有一个score的一个 蹲伏看一下这波有没有机会 路拉太稳了 他回去立刻出了一个 路拉是没有闪的 这一波要是打到路拉是有机会的 看一下这边马他要开 这个位置直接一个一闪 撞过去马他开到路拉 路拉这个位置 开风驴大招吸了一口 侧面的话 安掌门赶到这儿上 一个大招顶过去 路拉先手上在这个人头 头绪了还在跳 但是胖将军从侧面赶过来了 但是延阙大招也来了 路拉拉下双杀 这一波三星打得非常成功 这个位置的话还要继续追 延突突回来了 这个位置胖只能就地反打 他是没有闪现的 那这样的话可以直接拿第一条火龙 在前击十分钟的情况下 KT这么大的一个劣势的话 就非常非常难玩了 三星现在节奏起开了呀 是的 人家的第一波大招也是拿到了人头 KT崩了 他们如果现在 如果不让smap大一个好大招 直接打团的话 KT就没有什么反打之力了 就是我们前面这种选招 说的那句话 就是KT这个完全是搏前击 有点像剑走偏锋的一个阵子 前击大了就真的很难打 现在的话 看一下人头的一个分布 双人路的话 卡丽丝他两个人头 颜翠的话 主要是这一波 对方双人组你们去集火 虽然这个卡丽丝他没闪 但是他有护盾 风驴有质量 风驴还有大 风驴还有盾 你真的是很难 就是在这个时间节点 瞬间秒杀一个 有如此多保护技能的卡丽丝他 这波回去 风驴已经有一个香炉了 同时AD已经有一个 0.8件的破败了 好了 现在这个双人组感觉可以二打三 就鲁烙和扣姐姐对方三个人来的话 他们两个可以打三个 十分钟香炉 这个 关键是还有双布甲鞋 有双布甲鞋 下对台的威胁也是 简单很多 布甲鞋第一波回去出了 是真的非常的稳 刚刚的那一波团战 为什么鲁烙能扛出这么久的伤害 其实布甲鞋也是立功了 这样 直接换线 知道 双人组这边正常对线 已经是没有办法打没办法打了嗯 在利封的时候 KD也选择了一个比较 理智的一个决策吧 选择把双路进行一个换线 继续进行正常对线的话 只能是被对方越来越扩大雪球 现在的话拿了一个蓝buff 胖来到中路这里 其实他的压制里 这边直接要开大虫子 天雷跟上落的一个控制 闪线过去跟上补空 Smith拉下了这个人 但是自己的医学塔 也是被对方的双击给推掉了 这个集合三人智力强杀忽必啊 但是 下面一些法没有之后 感觉 参天这边还能继续往前推 嗯 还能继续推 有风女 加持这个香炉的情况下 推的还蛮快的 嗯 而且这一波是没人回防的 KT这边选择进行 换掉塔之后要回家去守 Smith这边要回去 KT的手剑能够兴了 看二塔守不了啊 守不了啊 这一波决策上面 三星这里是 做得非常非常的果断的 但是 KT这里应该是想 这边你拿三个圆锋 三星要逼高地了 你这边Snap没有大招 没有闪现 不敢守啊 这一波双阳组回家 感觉这个高地塔 有点拦手了 高地塔已经是被在摸血 但是安掌门这个大招空了 那应该是要撤了 摸到半血 安掌门直接走 对的 那还行 这个峡谷天风能拿 但是 其实Score打得有点伤 有点伤 蓝量也不多了 好在自己应该是可以拿下的 没有人去限制 这样可以把峡谷天风给拿下来 对于KT来说 这个阵容本来是前期军事 就会算劣势的一个阵容 结果没想要打到这个时间点 13分钟就已经落后2000多的经济 并且这波回家弱了已经出到一个破败 对 现在三星只要是稳住自己的胜利果实 不给对方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抓单机会的话 其实这一场只要稳扎稳打 三星是非常容易去获得这场生命 枯萎只要抗住压 枯萎只要抗住压 然后在团战之中来说的话 他能够注意一下凯南的位置 对 库尔街街和枯萎注意一下凯南的位置 三星是非常好演 反观的话 KT感觉唯一一点感觉有机会的话是 smap这个大招如果放得好的话 可以逆天感应 就落合九筒的开团 配合smap的大招进场 如果能够没有被风女大端掉的话 能够打一个比较好的团还是有机会 就是这样的可能几率会比较小 因为有风女的存在 对 关键是三星这里也都选择出一个护甲 仅仅大虫子出了一些魔抗 我们要注意一下 KT这边他们的手塔能力其实非常一般 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倾线能力 就只有 就只有卢仙放一个大招 身枪洗礼扫一下 但是对方的话 大虫子和炎雀都是手塔非常强的英雄 同时他们也是容易在手塔的时候 找到机会的一些英雄 这一波再找一个机会 把上路的一塔又推掉 现在仅仅剩一个中路的一塔 三星这边在拿到优势之后 也是加快了自己的一个推塔节奏 要在自己的一个优势节奏的时候 扩大经济优势 而KT现在的话有点难以打开局面 再把河蟹给控一下 中路拿一个蓝buff 应该是要急接推一下中了 嗯 如既然这个时候在上路的话 中路也是没有办法去打的 那现在要把很多线让给双人路去进行一个发育 所以卢仙被逼到上路之后 这波线推出去 他也没地方可以去 他不敢出去啊 也许是也是被三星控住了的 也不是胖真的想去上班区 而是因为他一个人在中路守不住线 所以只能让双人路来 而这一波双人路回家的话 感觉中卡是不是就直接没了 嗯 这一波赶过去应该可以守一守 还是可以守一守 毕竟中卡的血的话还有一大半 但这一波不去清兵的话 他要被磨很多血了 然后赶过来是可以守下来 俠谷先锋现在是在score的身上 看看他什么时候把这个放出来 嗯 推中卡其实有点难推 他这个下个人工至少要杀一个人了之后放才有机会啊 你这个直接放是推塔肯定是很难推的 就怕等我时间到了情况下很无奈的放在一路 仅仅只能撞一头其实就非常亏了 因为记得拿小虎天空的那个瞬间三星是拿了两座塔的 这个价值放在那里的话 那现在的话马上还有十几秒钟第二条土龙就要刷新了 经济查已经来到一个三千 KT对于他们来说的话 现在再不打 打到后面可能就越来越难打 看一下在小龙刷新之前 凯兰能够去把他的什么装备做出来 他现在身上应该还是有钱的 要不要回家 有TP 有闪现 后面没有绕回眼位 做了一个要做一个 要做一个腰带 这边选择去抢小龙去的视野 这条小龙KT还是不想放的 毕竟他们这个阵容在这个时间点还是强的 经济虽然落后 但现在来看的话 哪怕装备落后的情况下 在这个时间点 KT依然都算是一个 就他们只要团战开得好 不给疯女打反手的话 秒掉一个还是有机会赢 开始下路内部打 这边在下半区招出了侠狗拳风 那这个长途跋涉 这边是用侠狗拳风去牵扯大虫子 自己中路开一波团 可以找机会 尺滴现在有点顺啊 富苗尺滴团战很难打 蜂女在旁边很难秒 这边直接关门要拆中一塔 因为他感觉没有办法守的 那这样的话 KT应该是把中一塔放的 同时小龙应该也要放 对这个兵线是可以优先占据小龙序的一个位置 三星 对的那与此同时下谷前锋的话 这边也没有起到一个牵制的效果了 小龙刷新之后 看一下三星什么时候先跳 哎按照我们侧面 这边也意识到了 意识到了 意识到了 一个位置 对的 在开打小龙 有卡丽莎的话 感觉这条小龙又是被三斤给控住了 同时矿的话 去是去上路 找一下胖的这个位置 矿已经出了一个布甲鞋 然后仪式的篇章 再加一个小面具 现在对上胖的 矿现在已经布区了 这波回加入了应该有黄叉了 他在外面发育了非常久的时间 啊 飓风直接掏出来了 比想象中的有钱多 那这样 这个时间点感觉 三星的作战能力 已经去优于特期了 就毕竟卡丽莎这个超越时间的发育 同时风女的一个够早的香炉的一个成型 让他们在中期的作战能力 是大幅度加强 而且Snap现在虽然伤害还可以 但是他的进场实在太难太难 可以想象一下 三星这个阵容 就是自身前期的优势 导致他们中期作战能力强 是非常可怕的 因为KT本来他们阵容选出来的 优越点就在中期 是直接粘着打 一加给两加 嗯 太恐怖了 等会再给凯西塔一个红buff的话 我觉得可以无法无天了 只要风女在旁边 还好现在这个时间点来说的话 凯南发育不错 但是Snap要TP 这一波避开团 看一下这个位置 KT的正面要开 先开对方的一个 阎雀直接顺瞄 Snap侧面在找机会 但是对方的一个阵型比较好 没有选择上 风女在旁边 不敢硬上 但是这一波抓掉阎雀 阻断了三星的一个雪球优势 嗯 这一波来说的话 其实可以 就怎么说呢 往后面 讲往后面延续一点的话 会稍微好一点 因为往后面延续一点的话 大龙就刷新了 主要是这个风女没放弃呢 他们也不敢追太深 因为毕竟卡丽莎的一个作战能力太恐怖了 第一眼的时候 Snap看到这个卡丽莎 有点想上 但是看旁边有个风女 就直接开一线往后撤 那这一波TP只是过来帮忙抓掉了一个炎雀 其实对于三星来说 他也无所谓 反正他的节奏 虽然说断了一下 但是炎雀复活之后 可以继续控上半局视野 而且你的Snap没有了TP 变成的 我下路再把线稍微带一下 现在凯南其实 怎么说呢 他不是特别敢带 他是有被单杀的风险 这边单打单 还是可以跑的利用赌一技能 下一个Q要走位赌一下才行 不敢追了 打线现在其实优势已经不大了 三星这边的话 如果卡丽莎他下一剑 就把水银试带做出来的话 其实KT正面想去开死这个卡丽莎 基本上可能性就非常低了 现在的话离水银试带 我感觉应该不算是特别远 钱应该够 但是他现在应该不想回家 还想帮忙队友把视野给控制 他18分钟出的两剑草 现在刷了两分钟的线 感觉再刷一部分的话 应该就可以回家直接出了 出了之后的话 几乎就完全不怕卡丹 自己可以解 侧面团然又找到一波机会 但是身上有闪现也不慌 卢西安扫一波 这边闪现过墙 胖这边反射 是一发 大龙 大龙的那个道刺给到了压力 对 那边追击 金丁熊拿回来 又是KRAM被找到了机会啊 KRAM看到 胖开起身杖吸引的时候 还往前顶的话是有点失误了 要不是 刚刚特意九通给上了一个 不是刚刚朱妹给上的一个鸟盾的话 其实他已经死了 传现到龙坑之后 大龙还拉了仇恨这还蛮伤的 这两波阵亡其实真的有点端节奏 就主要是他们现在没有办法往二塔逼 而且他们这两波阵亡都是想去抢上班区 KT的视野的时候 被对方找到就会打的 哦这波是胖的一个仙手啊 他这个上面没有示意 嗯 就这个时候 嗯我觉得有点着急了 这边是龙啊龙啊 龙啊就是龙啊 刀刺 地上哎 surprise 刺了一下 很尴尬 这边如果是并没有选择做 并没有选择做水银 做了一个隐魔刀 那就是对自己走过还是比较有自信的 但我觉得做水银稍微稳一点 因为就假如他一般就做隐魔刀是为什么 是做隐魔刀一般是为了防止对面这种直接灌上来的伤害 就AP上比较高的时候是做这个隐魔刀 但是对面来说的话仅仅是控制 伤害来说的话 伤害就是由这个凯兰去打嘛 但是有风女 其实凯兰对他的威胁应该不是特别高的 一个盾 然后再加一个大招 其实可以完全规避一下 现在最重要的是把这个控制给卸 特别是弱对于他的一个限制 一个威胁 也是为了补伤害 在第二剑的时候并没有选择做像电刀这样的一个装备 选择做了一个飓风 这面这边 Crossco撞过去 但是这边三星的一个双人组跟队伍 整体队伍有点脱节 这边上去打了一套 看一下暗掌门这边没有着急丢大招 距离比较远 如果不是这个减速的话 很有可能刚才就直接闪现上去丢了 想去逼迫一下 二塔 这个位置 九筒在侧面但是被眼位看到了 把眼给排掉 下一条龙袖要刷新的是一条风龙 还有三十多秒 现在凯南在下路带线 装备已经非常好 这把要赢就真的只要看smap了 对 smap的一发育也是比koovy还是稍微好一些的 五刀是领先了四十多刀 Crossco虽然是被抓了两国 但其实他的发育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他的等级和装备其实都 等级一样 然后装备差不了太多 主要是他有很多的一些团队经纪 他们毕竟差了四个团队 中午再给一个睁眼 看一下这里有没有 这个位置 是在塔桩子后面有一个眼 但这被扫出来 其实这种眼位就非常的雕酸 如果他是放在塔桩子后面 有些睁眼看不到的话 那么如果刚才这波deft回城 三星可以直接把这个大龙给开掉 因为他们这一波还是有一个卡丽萨 在加大虫子的 很有可能刚才这一波deft回城 大虫子就直接TT过来打 这边应该还是先把小龙控了比较我 先控小龙 其实纵观来说两场比他看来 三星在对小龙的一个控制率上说 的确是比kt更加高的 三星在有优势的时候 他也不求着去杀女人 也不求着去干嘛 他控资源 他控资源可以保证在后期 拥有足够多的一个资源优势 下一条龙又是一条火龙 那这条火龙应该是 两边会爆发一波团战 我觉得 因为kt肯定不想给三星拿双火的 Ruler已经有一个隐魔刀了 大隐魔刀 Smip这边应该是要争取时间 在下一条火龙刷新之前 把自己的中压人做出来 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道具 他现在装备来说的话 下一件下一个火龙之前 应该是六分钟时间 应该是有中压 但是问题在于 他现在对Ruler的威胁 已经没有那么大了 Ruler这边是选择了 做大隐魔刀 没有做水晶时代 那现在来看的话 Smip 看到了胖的一个位置 上去直接打 一个位置胖直接被打残 交出了闪现和四扣的一个大招 帮帮解围 Ruler确实伤害非常恐怖 发育太好了 这边要逼大龙了 看一下这个走位 龙科里面是没有演的 有风女和卡丽斯塔 没有选择直接逼 同时下路这里 一张大虫子在带 是逼凯南回来守 带完之后 酷尔就可以直接来龙库这边 其实这波把胖打残 打出闪 逼一波大龙会比较好一点 就这波大龙逼过去 把凯南的TP逼掉之后 再撤掉 撤掉之后 然后让大虫子再去带 再打大龙 是最稳的 中路在这轻波线 这边卡丽斯塔 选择单人开始偷了 但是背一个照 照出来了 侧面看一下 KT这个位置 想去扫一下视野 凯南没有中压之前的话 KT还是不太想主动 去开团的 只要对方不打大龙 只要拖着 现在KT的仰赖的点 就是凯南这个中压 对 但是感觉三星没有 不会给太多的一个机会 基本上现在 他们本来就已经是蓝色方了 又是卡丽斯塔 加上大虫子的体系 所以依旧会在大龙附近 做非常多的一个事业 要么逼你过来 要么直接打 酷尔的大虫子 已经是来到了一个正面战场 三星这边的核心 就是在于AD的这个卡丽斯塔 这一波安装门的位置 后当时被阵眼给照出来了 现在三星需要等待Ruler 他们没有Ruler的话 其实输出不够 但是Ruler在侧面 A了两下大龙 选择还是先赶过来排视野 这个位置是有眼的 三星的核心点 就是在Ruler这个点 但是现在Smip 对Ruler造成的危险 看一下Smip这个位置 招呼其实没有人看到的 Dev在这边 大招躲了一下控制 这个时候一个Smip进去躺 打得还不过 配合落的一个力量 但是打不死 这个RulerRuler这边 交产线 我后面拉到血线 比较残 回神要输出 收到了Smip人头 看一下这个Score 有点跑不掉啊 被冻住之后 也是被一口吃掉 哇KC这边还是着急了呀 他们一定要等到 凯兰把中亚做出来 才能主动打的呀 我们看这波打Ruler 打的血量其实还可以 但是Ruler真的有一个隐魔刀 这把好像这波隐魔刀 都没有打出来 隐魔刀都没有打出来 他开了护盾的 他开了护盾 同时有封解盾 隐魔刀都没有打出来 因为刚才跟上了输出 其实没有输出 只有弱跟过去 就是只有控制动过去 但是输出打不到 而且Kurang在那边 封了一道墙 其实没有什么人跟得上 这一波死完之后 Smip回家才把中亚给拿了 这一波如果Smip有中亚的话 说实话 这波开已经开得非常好了 然后赢的几率高一点点 但其实还是很难打 这也是伤害还是嘴不死AD 刚刚看到护盾鸟盾 两个双鸟盾的保护情况下 会更难受 哇塘 如若下一件这个出装 可能会感觉他想做春歌 我说想直接是BF大剑 按他或者银血吧 按他之前的性格来说的话 银血的可能性稍微大 银血的话 可能他想在团战中再打一些牵扯 你如果一波银血 因为说实话 对方刚才这个输出 他已经看到了 凯兰刚才是拳击人打到他身上 他只打到半锅去 凯兰只能打他半锅去 他下一波有护盾 正好同时有风女保护情况 他如果出银血券 对方一波打不死 他利用银血可以全部回起来 同时这一波我们看 DAFT他 DAFT现在换了这个情形 他已经知道了 他已经觉得对面这个吸血 是要限制一下 他开始先出的 多米尼克灵主的质疑 然后换了一下 换成繁星也质疑 毕竟对方有吸血 同时还有风女 你一定要有减治疗才行 而且这一把来说的话 KT由于中单这个卢西安 所以他们也是没有出鬼输这个点 一吼没有吼到 现在进行一个131的分推 MB现在中路保下入了 下路的话是让这边的crunch推 整个推进来说的话 三星做的还是比较的保守的 因为他们现在关键的技能都还没有 上单没有闪 关门要拆高地塔 这波Runner没闪没护盾 但是KT没有选择胎 因为人缘不起的 所以的话 卢西安给了个身材洗礼 想消耗一下血线和清理一下冰线 上路的话 顾比已经带掉了 又单吃了一个塔前 现在大虫子的发育也补得非常好 中路的高地塔的血线也非常低了 后面的话 框再去接一下这里的冰线 中路没有接冰线 是直接来了野区这里 先抢个红 这一波上去磨两下的话 感觉这个塔就没了呀 等一下 两下 准备抬回来一个死破 消耗了一点血线 这也不急 还在等 Smip在找一个TP绕后的位置 但三星这个阵型还是保持的比较好的 而且他没有太好的TP绕后野 这一波如果中路在掉的话 下一个火龙也是三星的 而且元素龙已经不重要了 安掌门在后面等着他找你TP的位置 这边也是很谨慎 对 经验老道 知道你的凯兰不出现 曾经想让我 后门把后门封上了 安掌门现在化成为一口平底锅 护局神器 就直接护在三星的后面 永远不想 不要想从后面拖我屁股 是的 现在就是一直在后面护着局 完全不让就不让有任何一个人有后 这边大后在正面掩护入那儿 这个塔感觉叽叽口味要掉了 Smip回去了感觉要TP绕后 但是被找到了 直接找到了 兄弟你给我下来 我了你 这边的话 顾必被疯狂的卖 这一波的话还好可以后撤 哇 开始前面虎威啃了一口 代表血量有点低了 这一波 倒沟又没有拉到人 这波看一下 这边还要去磨这个水晶的血线 Map这一波没有闪现啊 他不好进场 需要洛和酒筒给他创造一个进场的机会 恩掌门经验还是老到啊 S过这边选择回家去补装备应该是 那这样水晶是放了呀 而且火龙也没了 选择要打 洛被定住 反身伤害不太够 酒筒这个位置敢不敢上 不太敢开呀 一个大宠子挡在前面 下来A一下就没了 A一下 A掉 这一波大宠宝是让他们上了两路的高地 现在其实对于KT来说 会越来越远 已经有111的一个CG 差了近有30分钟 而且 而且Ambition就已经完全想好了 他就直接站在后面 一直找这个TP的 TP的点 现在你给我下来 安脚恨还是稳的 不会是结过婚的男人 因为正面已经有一个大虫子的前排 同时有一个风女的保护 其实对面想正面硬开是机会很小的 那自己只要防止掉对方这个绕后的点就可以了 其实刚刚可以看到Smith有多绝望 就在于他绕后找到TP的位置 你发现A怎么不对劲 就有头猪站在前面顶着的 就敢下来吗 他站在眼上美 兄弟你给我下来 你给我下来看一下 立刻取消了 这其实也是给大家一个提示 就是打绕后的 是应该这么玩 感觉 Smith好难受啊 没有任何的机会可以争夺 那三星成功的拿下第二条火龙 主要是中单这个卢西安 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可以翻盘的英雄 我们真的看到翻盘的英雄 其实都是发条这样 发条蛇女这样 其实上单也是 不是太可以翻盘的一个英雄吧 ADC其实也是 凯兰是翻盘英雄 但是他没有封印 由于对面的阵容 由于对面的阵容的限制 他没有太好的一个打输出的环境 比如说侧面Smith 要从侧面找机会 但是Score在那等着他 这边要关门进去 但是Smith这边被门堵住的 进不去 他要等这个墙消失 这边战场 安掌门又来找他了 这个安掌门盯着Smith找 安掌门这时候已经不是猝妹了 是鼓鼠利器 这个电耗子的确是被一直牵制在后面 这边要绕后想打 正面留住了一个大虫子 先打枯萎枯萎 血线很低 往后面跳 打招 扎到一个入场 但是入场没有任何的危险 Smith这边不敢上去啊 自己队友要被打残了 这边交出了闪现 下路 安掌门还是在这儿 把这个Smith死死的一个掺住 Smith没有进场的空间 上路和中路超级冰都已经进来了 而且枯萎的血又要利用狂徒回起来了 这边 安掌门找Smith黄诚PK Smith不敢接着不拦到 这边的话 枯萎一口直到就通 这边的团战 已经是由三星大获全胜 这个时候Smith还是被安掌门给掺住 那没有办法 Smith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再开出一个绝望的大招啊 还要自己的激励 我恭喜